文章和马依丽爱的结晶 电视剧小爸爸已经开播了 这个剧中文章是因为一个小朋友 从一个大男孩成长为男人 在生活当中 他却是因为马依丽从一个西北汉子 变成了精细的上海小男人 就连在婚前拜见岳父岳母这件事情 都是文章耍了一些小手段威胁来的 其实是在我的威逼利用之下 我在跟他讲 我说我们俩到底是怎么样确立这关系 我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好好的往下走 对吧 我说你要不要带我去见你的父母 这有点威胁口吻 他跟我说 如果你今天再不跟你父母讲 我们就分手吧 要不是文章亲口承认还真看不出 这本该是女生着急见家长的事 却让文章抢着做了 拿分手做威胁 这还真是小男人的行为 阴谋得逞 文章随即就提着茶叶扛着自行车 顺理乘章去见岳父岳母 谁知道一上饭桌 他又耍起了小性子 然后他们就拿了两支啤酒出来 因为这个我们北方人喝啤酒的 一定要冰的 两支热啤酒 就一定是要喝冰啤酒的 对 然后我看拿出两支啤酒 我看也没有了 我看那谁喝的呢 这谁喝的 大家要都喝的话 我一摸又是热 哎呀 我说这怎么喝 我说文章 这秋后算账是怎么回事啊 当年在饭桌上 你咋就不敢抗议呢 难怪你那么大方承认自己是小男人 不过这婚后的文章 势必要将小男人进行到底了 突然有一天我看 他给我发了一短信 我说 我说你给我账户里放这么多钱啊 我说你怎么给拿走吧 我说你放在这里 我只能全开心 因为也不花 也不敢花 怪不得马一丽曾经打趣的说 文章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好